01,最近看男友越发不顺眼,以前每天下班后,他会去慢跑锻炼,或者看点阵页书,学习感兴趣的视频剪辑,而现在的他,下班回家就对着手机一直玩,和同事开黑,吃鸡,听着他打游戏时大呼小叫的声音,我抱怨不已,他却振振有词。 在中国,集体主义文化盛行,不和群就等同于不好相处,等同于一类,于是,多少中国年轻人,陷入了一种叫做假装很和群的症状里,明明周末想去图书馆学习,现有却都在刷剧打游戏谈恋爱,为了不被孤立,一直好追随他们的生活作息。 明明想将下班时间,用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,是为了和群去喝酒应成,唯恐被同事排挤,明明不爱看踪迹,但身边的姐妹都在追创造101,为了找华琪,亦不得不也夸起了王菊,骂起了杨超越。 明明一个人活得比谁都要精彩,却害怕被世俗称作圣女,只好答应相亲,以此又一次的妥协,有种见相较羊群效应,指的是,在一个集体中待久了,从中惯了,就会逐渐葬失自己的判断,轮为集体一致的奴隶。 但正如老母说的那样,就算有五万人主张某些蠢事是对的,这些蠢事也不会因此就变成对的。 你以为你在和群,其实只是在被平庸重化,有人说,在一个糟糕的环境里,和群有一个同意词,浪费时间。 时间是最公平的,每个人都只有雷打不动的二十四个小时,你将时间花在和群,没有别人而活上,就注定花在自我提升上的时间就少了。 当你和群时,即使真的喜欢,还是在伪装,逼着自己和群,不辛苦吗? 第二,自媒体作者老K说过这样一件事情,有一年假期,他回老家见到了很久没见的小学同学周一泽,请获三旬,一泽开始对老K抱怨起自己的处境。 这几年他开货车四处讨论书,落得一身自己的职业病,每次过赏西,公屋少林隧道的时候,路话不好,弯道很多,路边全是望丈深渊全崖巧地,夏天还好。 冬前路滑,一泽好几次都吓得快要铺子,可是还得去。 老K问一泽,为什么不换种活法,何必这样折磨自己? 一泽特别正经地告诉他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稀里糊涂地就去坐司机了,不许会显得非常不合群。 别人都在做这个行当,我不去坐卧就落后了,我得跟他们合群,这样他们才会带着我多拉货多挣钱。 虽然有时候让我跑的线路不好,跑夜车也比较多,但是我觉得为了融入他们的圈子,我得去跟他们一块打拼,为了合群有多少年轻人甚至当上了自己的人生。 他们在从众心理的推动下,忘记了自己的追求和目标,失去了自身的判断。 最后只能让生活越来越糟,为了合群而放弃思考,在群体中不负任何人,却唯独不负了自己。 第三,知乎网友姚宇涵,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。 他有一个研究生室友,每天早上六点起床,雷打不动听CNN,然后跟着念,坚持了三年。 毕业后其他人都去考公务员或者进企业,只有那个室友走了一条不寻常路,去他临求航空做工程。 于是,在所有合群的人都招紧玩武,活得越来越平庸的时候,他已经飞遍了千山万水,后来可能是飞累了。 五年后他又回国考了公务员,找了个专业对口的职位,几年攒下的钱在单位附计买了个小公寓,一直未婚。 他每个假期都飞过万,许多国家他当工程师已经去过,再去深度游。 对比之下,我们的合群显得多么平庸无趣,我们按部就班的生活,在大学里肆意挥挥着青春,毕业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。 在努力攒钱,幻想有一天能周游世界,而不合群的他,趁年轻的先周游了世界,看够了风景之后,才回来挨家立业。 人和人之间的区别,也许从十年前某个清晨六点就已经开始了。 有人天天早起学习,不顾他人的冷言冷语,为自己的目标持续不懈的付出努力。 而另一部分人却为了合群,为了不显得格格不入,拼命地融入集体,伪装自己。 装子说,独于天地精神往来,而不熬你于万物,不浅是非,一与是俗处。 那些真正优秀的人,往往更有逆流而上的勇气,他们只觉住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,不活在别人的眼光里,只为做出令自己无悔的选择。 临死,笔记为合群,那些不太合群的人,有时候反而显得更可爱。 就像梁朝伟,不喜欢交际应酬,总是和外界导致着一定的疏离感。 制作拍完戏,大家一起出去喝酒唱歌,梁朝伟却几乎不参加,你们玩,我回家,张国荣,王菲道一帮朋友在他家打牌。 大家玩得不亦乐固,而梁朝伟却一个人躲在旁边喝茶,那像又不爱交际的他,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得有声有色,比任何人都享受孤独。 他会自己买张票,去中央公园看雪景,他没事的时候就在片场放烟花,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流星。 他甚至上了四天三天的产修班,在简陋的房屋中感受自己,就像意大利导演菲林尼所说,要拥有很多内在资源,才能享受独处。 太多人在迎合别人的道路上迷失了自己,而他却在独处中,找到了内心的边界和平和。 又像陈道明,在充斥着浮躁与诱惑的娱乐圈,不爱聚会,不接应酬,不说客套话,不怕得罪人,不跟圈子妥协,尽力把每一部作品演好。 不合群的他,喜欢在独处中沉淀自己,他会弹钢琴,会演奏萨克斯,手风琴,在拍戏的间隙,他习惯用音乐获得内心的平静。 他爱看书,从鲁迅,胡诗,读得了,北岛,被称为中国读书最多的演员。 他喜欢画画,书画和下棋,在家拿着毛笔操到的精,还经常为女儿做唐人,面人。 鲍尔来说,一个人成熟的标志,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%的事情,对于别人的而言毫无意义。 你不需要刻意去合群,去放弃自己融入几体,该来的自然会来,该走的注定要走。 适当地将精力多花在自己身上,学会与孤独握手言和,我们会活得更舒适。 05,合群还是独立,说到底,这只是一种选择,没有所谓的对错,关键是听从你内心的想法。 如果你为了不显得格格不入,而以后自己去迎合别人,不敢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,这才是问题。 余华的在细语中呼喊,有这样一段话,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。 在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,来维护自己的自尊,也不愿意持入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,你不需要去刻意融合。 真实的你,就很好,共联,怎样不知不觉,勾结你的知识体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感谢观看